大家好,我是孙雅河 今天给大家聊一聊香港吧 航空 一聊到香港,我的声音都要低八度 我的心中就陷入一种无尽的忧伤 心里难过得要死 我的耳边就想起罗大佑先生的一首歌 《雅西亚的孤儿》 感觉这个今天的香港真的就像一个孤儿 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世界 这样的一个罪恶的世界的孤儿 没有人去管他们 没有人去拯救他们 他们在苦苦的挣扎 看不到一点点希望 同时我的老海里想起这个胡氏先生的一句话 就是不自由,勿临死啊 哎呀,我觉得香港的那么多几百万的年轻人 他们上街去表达他们的诉求 真的是一群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 努力的报警自由 努力追求自由的这样的一群人 让我深深的感动 作为一个这个 曾经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样的一片 没有自由的土地上生活的人 我是真的是 非常的惭愧 跟香港的那些年轻人相比 我感觉我就是就是一个 一个什么混吃等死 这个行驶走肉 对自由没有基本的渴求 所以这个时候 我除了对香港的年轻人 抱以深深的这个尊重 敬仰和这个强烈的支持以外 我似乎说不出太多别的 话语啊 生活 似乎给香港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昔日那样的繁荣啊 生活是那样的这个锦绣的这样的一个香港 东方蜘蛛香港 怎么就到了今天这样的样子呢 真的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这样的一个困局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呢 啊 很多人在幻想 是不是这个 有些巨大的恶失你啊 他是不是愿意退一步呢 人们都说这个政治是用妥协的艺术 啊 我曾经说过香港的这个五大的诉求 哈 没有一样不是在这个基本法的这个框架之内哈 问题是 在一个基本法的框架之内的一个政治诉求 为什么就得不到满足呢 有些这个啊 充满自信的势力是不是可以稍稍要妥协一下呢 香港人是多么的令人感动啊 多么令人整个世界为他们赞叹呢 啊 曾经有那么一些非常的动人的场面呢 比如他们在游行之后居然也可以把沿街 留下来的垃圾随时把它收走哈 可是这样的温暖的场面完全打不动 那些这个 极其玩梗的这个内心啊 他们还是要把他们的那种啊 完全不符合他们所自己制定的基本法的那些那些策略啊 要把它进行到底啊 要逼着香港人就范啊 香港这么一个自由港啊 今天真的是变变成满模创业啊 哎 让人非常的忧傻 所以 我 我一想到这一点 我就觉得非常的难过 我倒不是难过香港这个城市的命运 我是难过香港城市里面的那些年轻人 他们在某种意义上 他是无法理解今天的生活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他们以死相拼的那种姿态 怎么就无法影响 北京方面的那些做决策的人 为什么 今天香港的最高的行政长官 一个女性 而且还是一个曾经受过喜 是一个天主教的 一个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女性 完全无法改变自己的那种顽梗的心呢 一定要把这种这个啊 真亚啊 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 逼着香港就范的姿态也进行到底呢 为什么 完全没有一颗温柔的心呢 而且这两天又开始出台一个什么 禁止蒙面法 哎 香港马上就要全部的戒严了 香港马上就要这个事情消尽了 年轻人争取自由的空间会越来越小 这是必然的事实 那些自信的 以为自己能够掌控世界的势力是不会退缩的 是不会妥协的 千万不要对他们抱于任何幻想 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为香港的年轻人深深的担忧 我真的希望他们 啊 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平安的生活 啊 享受这个阳光雨露 啊 享受这个自由 享受这个民主 啊 而且他们跟我们大陆人构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 他们是为自由呼喊的人 他们是在风雨中抱紧自由的人 而我们呢 我们是一群昏吃冷死的猪啊 至少我承认我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一点勇气都没有啊 但是我的问题是不仅于此 我有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 就是为什么香港的今天会走到这样的天地 为什么 所以我一个最简单的想法就是 在这个当年80年代的时候 90年代的时候 尤其是97年回归的时候 那个时候香港人在干什么呢 在想什么呢 难道他们就没有意识到今天的这样一个悲怆的局面吗 这样一个让全世界觉得你们非常很可怜的一个局面吗 我想这才是问题所在 如果那个时候就有一批热爱自由的香港人 热爱民主的香港人 能够站起来 能够向那个政客之间的这种 暗示的交易说不 然后整个香港的民意 用香港的公民自己说了算的话 今天还会有这样的局面吗 可是据我所知 那个时候香港人 那一代香港的成年人 分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对这个城市没有抱太多的指望 然后就当时就离开了这个城市 有的去英国 有的去加拿大 很多很多优秀的香港人都离开了香港 第二就是有一批人来到了中国 来中国 来中国干嘛呢 发财 所以在香港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啊 他的民情啊 是值得推敲的 首先第一 我曾经说过香港 香港依然是一个这个中华民族主义的一个一个思想的一个测远地啊 你看他的电视歌曲啊 充满了这样的这个乡愁 充满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痕迹 我小时候学到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就是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 这是香港的民意啊 香港的第二个民意是什么呢 就是发财啊 说的不好听点就是啊 发财 发财再发财 用香港人的话叫华财华财 所以大量的香港人来到这个中国 受一种这个所谓的招商引资的口号的蛊惑来到中国去投资 很多人的家庭在香港 但是他的生意在中国啊 很多这个香港的商人 香港的企业家在中国养着小老婆 养着私生子 然后呢把钱在中国赚的盆满博买 然后回到香港享受他们的看上去啊 幽默的啊 闲适的啊 似乎是有自由的生活 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不是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危机 我想今天的台湾也是这样子的 台湾人尤其是国民党 尤其是那个韩国瑜 他的精选的口号 其实就是高雄发大财 这是个非常要命的啊 非常这个可怕的 一个灾难性质的 这样的一个口号 就意味着韩国瑜这样的人 他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关于啊 民主关于自由 关于人的权利的 这样一些民主的诉求啊 把所有的焦距 把所有的精力 把一部分台湾人的所有的关心的焦点 都集中在发财身上 而他的发财很简单 就是希望跟中国合作 然后靠着中国巨大的市场 和政府巨大的财力 来谋求一部分台湾人的这个财富 亲爱的朋友们 这样的把财富 把发财 当成人生的偶像 来过的生活 是要遭遇诅咒的 我这样的话说出来 肯定很多人不高兴 尤其是我所热爱的 我所支持的那些台湾的年轻人 可能也不高兴 他们甚至不同意我的判断 觉得香港人已经不是这样子的 是吗 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所以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类似的风景 不仅仅是香港 不仅仅是台湾 还有很多这样的国家 包括韩国 包括这个泰国 包括这个缅甸 甚至包括欧洲的很多国家 他们都放弃了一切政治意义上的价值诉求 只是关心财富 所以我想说的是 你赚到了全世界 你丢掉了自己的生命 它有什么意义呢 那我变一下说法 你赚到了财富 可是你丢掉了自由 有什么意义呢 生活就是这样 当你为了你的财富 你丢掉了你的自由 灾难就会降临 我这样的话说出来 非常的不中听 但是我想说的 这就是今天的香港的困局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去批评 你去无限的去咒骂那些黑暗的实力是没有意义的 他们在他们的解释框架之内 他们是非常的正确的 为了国家的统一 绝对不能让半步 因为我们是一个国家 香港是中国的 你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去说服他 你所有的一切的言论都没有任何意义 他要么就是对你所说的话 充耳不闻 要么就把你抓起来 这不就是今天的香港吗 你的五大诉求对他们来说 一个都不会接受 或者接受那么一两个 试图让一下 然后看你怎么样 如果你继续抗争马上干你 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 到今天看来真的是不可思议 尤其是林郑这样的一位 看上去非常的优雅的女士 所以我看了这个圣经里面 约翰福音里面就讲 讲这个犹大这个人 他就说有魔鬼入了犹大的心 所以我也是对有信仰的人 我真的是无法理解 林郑女士她是怎么想的 难道真的是魔鬼入了她的心吗 难道她心中的一点点啊 来自于她的信仰有关的温柔都没有了吗 难道她不知道这个登山宝序里面的 温柔的人有福吗 连续的人有福吗 真的是我好想问她啊 难道她没有这个一点点来自于 仅仅是女性的温柔吗 我看到很多的香港人在问她 你也是一个母亲 你怎么忍心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在街上 就这么被人殴打呢 然后被抓进去呢 但是说这些话没有意义 所以我说香港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第一当然要抵抗 因为没有抵抗我们的自由就没有了 所以你马来西亚的这个这个一百岁的啊 九十几岁一百岁的老老总统 马哈蒂尔都看不下去了 都建议这个林郑要辞职要下台 因为这已经打破了这个啊 现代文明政治的基本的这个底线啊 都看不下去了 然后林郑是怎么回应的呢 每个人都有表达的自由 就说你可以说我不会听你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啊 林郑这个人他真的已经是内心坚硬到 令人非常恐怖的程度啊 前一段时间我看他跟这个一百多个市民见面的时候 说的一句话更让人恐怖啊 他说有有一个市民说啊 我们香港人是要追求自治 他马上纠正说对不起 香港不是自治而是一国两制 看我我我天天在一种这个大陆的 政治宣传的口号声中 怎么一路走过来的 这个关于香港大陆的宣传口号是什么 叫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啊 或者说港人治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这个自治是写在这个 基本法里面呢 为什么你作为一个现金的特使 你居然念自治这样的一个词 你都不愿意再提及呢 所以我想对那些关心香港的朋友说 香港已经到了水火难容的程度 香港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什么 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 真的就很难很难说 所以我在这里真的是希望香港平安 尤其是希望香港那些年轻人 那些热爱生活热爱自由的年轻人 你们要平安 你们要学会保护自己 你们要灵巧相舍 你们要刚强壮胆 我深深地为你们祈祷 希望你们平安 所以我说香港今天的社会 深层次的问题 是两件事情 第一是抵抗 第二是什么 是悔改 你们要悔改 你们的前辈 你们的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你们七十年代的前辈 他们当时的一些应对的策略 他们的状态 他们的人生的价值观 他们的财富的态度 态度可能有问题 我反复讲一个道理 一个人在观念上错了 他的一切都会错 今天的格局一定是意味着 过去在某一些事情上 我们的观念一定出错了 否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格局的 这是这个有一本书叫 Inmigo 他在这个思考犹太人的悲怆的命运的时候 他很少去诅咒责怪他的仇敌 他而是深深的悔改 深深的忏悔 觉得自己一定是做错了什么 所以上帝才惩罚我们 我希望这样的一个智慧 今天的香港的年轻人也能够知道 然后一边抵抗 一边悔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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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